今天讀经在罗马书12章3至8节 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度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第五节 我们这许多人在激的女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 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第八节 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 施舍的就当诚实 自理的就当恩恨 念吻人的就当今心 读经完毕 今天我们请张牧师正道 可否移动 不可以移动 我可以移动 我可以移动 今天大家知道早晨 星期五晚有没有人出街吗 我问香港那些 不问你们 你开车出街吗 几点钟啊 Andy 七八点没算是最厉害的 八九点 Julian Julian在这儿 Julian 你九点几天开车回家 是不是接个女儿 第一次 是不是在大风雪里面开 我见到一幅照片 你回到家 你回到家的时候 你好像是雪糕车 整个车都是白蒙蒙的 除了玻璃窗 Welcome to Toronto 大家可以稍为知道、认识一下 加拿大、多伦多 这几年的天气 都是转化很大 我觉得现在的冬天 不像我们三十年的冬天 现在的冬天 好像我们经常在过冷河 好像煮饺子 冰冻的饺子 你要煮三次 你煮滚了水 然后放下去 接着要加一些冬水 又加一些冬水 又加冬水 加三次冬水 你就煮熟了饺子 我觉得今年的冬天 好像是这样 同不同意 一会儿的时间 就好像给你好好的天气 然后一会儿 又加上大风雪 大风雪两天 又给我们好好的天气 我们好像在过冷河 冷河 好的 享受我们的冬天 我们加拿大很好的冬天 就是冬天的 你可以活动的地方 我看到星期六 有一群年轻人 小孩就走到家门口 不用去这么远 砌雪人 扔雪 我相信大家都很开心 大家要小心自己的身体 产雪 产雪 不是随便产 你要知道如何去产 产雪都要学问的 如果你产生不好 受伤就是一世的 好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正图 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 其实是十二章三到八节 汉德校服中道 我想想想 其实我自己想改了一个题目 又改了题目 那个是理所当然的侍奉 因为汉德校服中道 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 其中一个 我想不如全面一点点 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侍奉 不知道大家是否唱《奇异恩典》 你信不信耶稣也好 我们都会听过这首歌 对吗 如果是基督徒 我想十个都会唱 《奇异恩典》 这首歌的作者是John Lewton 他原本是一个 在1725年在英国出生 出生的时候 母亲是很健成的基督徒 父亲是西班牙人 就是背金书 西班牙人 他做船长 妈妈七岁的时候就回到天家 所以他就读了几年书 就跟爸爸出海 就是做船员 做船员之后 没多久他就参加海军 海军在里面 接着做了几年海兵 就逃兵 逃兵 就是不做了 不做了 因为他自己行船 他就继续跟一些人一起行船 他就很不幸 跟着一些贩卖黑奴的商人 去英国去非洲 非洲选择黑奴 带一些黑奴 他就跟一群船员一起生活 又去到不同的地方 他就在那里 就学坏了 原本他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 妈妈很健成 为他祈祷 但在那段日子里 他整个人就很腐败 就是嫖妥饮荡吹 接着又反买黑奴 就是桑俊的良心 后来他也很惨 他反买黑奴的商人 一些事情誤會了他 就把他捉住 把他放在黑奴一起住 而不但如此 还要他来服侍那些黑奴 即是黑奴的仆人 可惨不可惨 吃又没得吃 睡又睡得不好 有几年的时间 后来这件事就让他爸爸知道 找人来救了他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救救他的时候 那时候1748年 春天 他坐船回英国的时候 途中大风大落 他就很害怕 在风浪里面 他看到有些船员 掉了到海里面 想想下个可能不是我 他就跪在这里来祈祷 想起自己从世跟妈妈回教会 祈祷的时候 神啊 你来拯救我 你拯救我之后 我就做你的仆人 一个简单的祈祷 我相信也没什么 我们听到很熟灵的祈祷 简单的跟神这样的呼求 慢慢这个风暴就过去了 他在船上看到一本书 大概是基督的典范 这本书给他一个很大的感动 他回到英国的时候 因为他经历了神的拯救 他也跟神做了一个祈祷 他也透过这本书来给他的感动 他就有一个心志来回报神的恩典 于是他很想做牧师 但他自己也没有读过神学 当时圣公会 你没有读过神学 你不会做你的牧师 所以他自己家里就绣选 然后他周围和人分享见证 慢慢因为他的见证 他的见证 真的很经历 对不对 反买黑奴 一个这么败坏生活的人 然后嫖刀阴挡吹 然后回到这里 然后将他自己的神 怎么改变他 然後周围和人们讲 所以很多人听了之后 又看到他写的文章 他很受感動、很受幫助 後來聖經會終於按納了他做牧師 然後他寫了很多詩歌 詩歌寫了二百八十多首 其中一首就是《奇異恩典》 這首歌我們唱就懂得唱 但這首歌其實是作者他自己怎樣 前我失喪,今被沉昏 他講到自己被拯救的經歷 當神的恩典得道後 他的生命改變後 他從那時開始來服侍耶穌 所以在墓碑中說到 我,John Newton,本來是一個罪人 我曾經去詆諱上帝、涉毒上帝 甚至做販賣黑奴 然後我做了很多上帝不喜歡的事情 但是蒙耶穌的拯救 我一生都是去宣揚耶穌的福音 這就是John Newton 他寫《奇異恩典》和他自己的生命 我們唱歌的時候 這首歌很聽 我們唱的時候 《奇異恩典》 不要唱了,冥冬天 唱歌的時候 但你有沒有思想過 這首歌是作者 他如何經歷到神的恩典 然後得到拯救 然後用他的生命去服侍神 我想想我自己 我和John Newton 都沒甚麼分別 只不過做的事不同 在我自己還未信耶穌之前 我的生活、行事為人 都是得罪上帝 對嗎? 那麼我們相信 我們大家在信耶穌之前 我們不認識上帝的時候 我們很可能在我們的言語上 我們的行為上 我們做的事情 我們都有得罪神 不過是不同的行為 不同的事情 我們得罪神 但是我們信了耶穌之後 我們每一個人都好像John Newton 好像John牧師 或是我們大家都得到神的恩典 對嗎? 即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 我們都因了神的恩典 我們得到神 給我們的拯救 百百給我們 我們得到恩典的時候 陳牧師就開始問了 我們來敬拜 你抱著一個甚麼心態 如何來敬拜呢? 在羅馬書第一章裡 講到我們有一個理所當然的侍奉 這個侍奉 這個字同樣可以敬拜 今天為何我們要坐在這裡敬拜呢? 或者今天為何我們要來侍奉呢? 是否因為我是基督徒 我的責任在星期日 就要來敬拜 我是基督徒了 教會很多事情要做 沒有人做 我要來做 我看John Newton不是這樣 我看張家齊也不是這樣 我相信大家都不是這樣 我們大家都因為 好像John Newton一樣 在羅馬書條說到 將自己的身體獻上 當作活際 是聖結的 是神喜悅的 是不是? 我們認識的神是聖結的 我們要服侍他的時候 是聖結的 而在我們服侍裡 保羅提醒我們 這是理所當然的 就像我們作為人的兒女 孝順父母 是否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父母沒有條件的愛我們 原來我們作為的子女 我們是否是理所當然的 來孝順我們的父母? 所以在羅馬書十二章開頭的時候 其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 羅馬書 都是講到人與人之間 一齊的生活 如何大家來相處 包括我們在教會裡的生活 包括我們在人和人的生活裡 包括我們和政府和社會裡 我們如何作為基督徒 和人來相處 所以我們留心羅馬書十二章 第一節裡頭兩個字是甚麼? 所以 陳牧師以前也說過 你看到所以的時候 你就不是只看這節的經文 所以之後說到甚麼? 前面發生了一大堆的事情 所以我們才把身體獻上 所以我們看羅馬書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寶洛說到全世界都是罪人 即是你不認識神之前 我們個個都是罪人 無論是猶太人也好 非猶太人也好 我們都是罪人 你可能會說 我怎會是罪人 我生不入孤門,死不入地獄 但我們看到羅馬書的時候 他講到罪 除了行為上做錯一些事情 也講到我們的心靈裡 我們埋怨,我們憤恨,我們說謊 我們對人 沒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來對人 甚至我們,保羅在羅馬書說到 我們不認識神 阿國書裡面說到 你不認識神 即是,羅馬書也有說 我們看到創造宇宙萬物的時候 明明這些顯明都有神的存在 但是你不認識祂的 這個也是個罪 所以當我們來看羅馬書的時候 第一到十一章就講到 我們每一個都是罪人 如果我们习习习习来检视我们自己的话 是吗? 我不叫你们举手了 要是要举手,全部都举手 我们习习习习习习来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一定有做的行为 得罪人,得罪神 所以在第一到十一章 他说到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为 能够得救,能够讨神喜悦 犹太人也好,非犹太人也好 你有律法的,神按着律法审判你 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没有听过耶稣 神就按着我们的良知来判断 我们的良知明明告诉我们 我们要帮助人,要孝顺父母 我们要做一个好人 我们见到人有需要的,我们要帮助他 但我们良知跟我们这样说 但我们没有去做 神按着我们的良知来審判我们 所以很公平的 每个人有一天都要去到神的面前 按着我们自己的行为 赤炉藏开在神的面前 他就来看我们 所以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 所以靠行为 保罗说是没有办法得救 因为你和我的行为 一定会得罪神 所以在罗马书句里面 第三章也好,一直到第五章 第六章,第五章 它都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靠神的恩典 是靠神的恩典 不是神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的罪没有办法不犯 不去犯 然后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后果 我们没有办法不去负 因为罪的功架就是死 每天我和你都要去到神的面前 面对祂的审判 所以保罗就说到 神给我们 天下人根 我们没有可以靠别的命 我们可以得救 这是《提摩太前书》 所以我们只能靠神的恩典 恩、信、清义 神将伯伯的义给我们 不是靠我们的行为 是靠神的恩典 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之后 我们信耶稣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今晚我们坐在这里 我们每一位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我们有这个身份 有这个恩典的时候 保罗就跟我们说 所以 神给我们的恩典 是伯伯给我们 我们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 保罗提醒我们 所以 一章到十一章 讲到恩信、清义 从十二章开始 所以 你有这个恩典 神伯伯给你 你已经是神的儿女 我们全部都是神的子民 所以 所以我们要如何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所以我们今天 在这里来到祭拜 来到祭拜 来到祭拜 是因为神的恩典 不是教会 不是教会 没有人要你出来做事 不是教会 要多些人来到祭拜 我们最主要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 所以我们来到祭拜 是因为我们 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神将伯伯的 将祂的恩典 给过我们 而是我们来到祭拜 是你所当然 就像我们孝顺 我们的父母 是你所当然 你所当然是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选择 你选择 你选择不孝顺父母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信了耶稣 神给我们恩典 我们今天来到祭拜 是因为 我们祭祝 我们庆祝 神在我们生命的恩典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去服侍 是 教会什么时候都需要人 但我们不能够 因为教会需要人 我就出来服侍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得到神的恩典 我们在神里面的时候 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 来献给祂 John Newton 是这样 我们个个都要是这样 然后这个理所当然的事奉 在圣经里面说到 是各人 各人是什么意思 不是只是John Newton 不是张牧师 不是陈牧师 不是叶牧师 不是一帮我们等会要来 去读听的一帮的执事 不是只是单单他们 各人 各人 各人就是有你 有你 有你 有我 就是每一个人 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 原来 保罗在第十二章第三章 他说到 他说 我凭着神给我的恩典 你都对你们各人说 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 不仅仅当时的罗马教会的基督徒 同样对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说 这个理所当然的伏事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所以经文我们看到 按照神给我们每个人的信心的大小 也都按我们所得的恩典 如果我们看《哥林多自书》十二章 十一节他说到 他说 神灵安照祂自己的己意 来运行我们的里面 然后将恩赐赐给每一个信徒 换句话说 今天你有没有恩赐 问基督徒 今天你有没有有恩赐 有没有有恩赐 我发觉我真的越来越论论说话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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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记住了 牧师叫你出来服事的时候 你说我不要说 这一样不懂那一样不懂 你说没有的时候 都是大件事了 因为神说 说什么 他将恩赐赐给各人 要么就 我不是 我不信他 要么他说大话 那你觉得哪一样的机会大一点 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 原来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信主的人 神给我们恩赐 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 我们恩着他 我们也要救恩 然后我们将我们的身体 来献上 来做理所当然的事 对吗 他不会说 我愿意把我的身体 来献给你 你来用我 你叫我去非洲 也好 叫我去哪里也好 他不是只这样的样子 他会将恩赐给我们 所以今天你和我 也有恩赐 只不过恩赐 你和我是有不同的 因为我们的服事的崗位 我们的服事的对象 我们要在做的职位里面 我们有不同的恩赐需要 第二件事 这个理所当然的事奉 说到就用一个身体做了比喻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身体 有没有人没有 举手 没有的举手 你没有一只手 你怎么举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身体 身体里面有不同的肢体 有眼耳口鼻 有手有脚 我照顾法剂 我觉得神的创造真的很奇妙 他没有把我鼻子把头扔 他把我的眼睛放在中间 可能比例 比例大概有些偏差 但在中间的部位 要摆高一点 那你怎样 你看不到人 我们把口鼻放到最低 让我们经过眼睛的看 经过耳朵的听 然后才来说出来 所以有时我看到 神创造我们每个人 从我的身上 我看到神给大家 大家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眼眉毛在这里 虽然我没有什么 但是眼眉毛 可以遮挡那些雨水 让他不要被雨水浸进去 每一个我身体里面 手有手的功能 脚有脚的功能 眼睛有眼的功能 鼻子有鼻子的功能 耳朵有耳朵的功能 口有口的功能 我们不会嫌弃我们身上的肢体 对不对 每个肢体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他有各自的功能 所以在这里 从我们的身体 我们看到虽然我们的肢体不同 但我们的每一个肢体 是要互相互相配搭 你的手能够做事 但如果你看不清 就像现在我 开始我发觉 越来越看的东西 看得不清 开始老了 你看得不清 听听又不清 那有时候 你做的东西 可能你听的指导也不清楚 你看的说明书也看得不清楚 就很可能 做得没那么好 我们脚的就要带我们去的地方 手的就要来做一个事情 同样 在这个比喻里面 基督就是教会的身体 我们不同的肢体 我们信了主的基督徒 就是不同的肢体 就是在这个身体里面 在这个身体里面 我们各有各的功能 有些人做眼 做眼 做眼是什么意思 你想想 你的眼睛做什么 看东西 不是挑剔人的错处 有时候我们用眼 用错了 其实教会有很多东西看的 你留心看看吧 你看到别人的需要 你看到别人在一个困难的里面 你看到别人在一个冷漠的里面 因此我们的眼睛 可以留心说 我们可以看到 帝兄姊妹里面的很多需要 我们的耳朵 耳朵是什么 听什么 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 是是非非多不多 留心听 听我们顶尖的需要 留心听 听神的话语 留心听 听牧师他们的教导 即是 原来我们的身体里面 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 我们每一个肢体 有不同的功能 这个不同的功能 就必须在这个身体里面 互相来配搭 就像我们现在 每个人的身体 你想一想 你会不会嫌弃 你身体里面其中一个肢体 譬如说 我的手指尾 真的生得丑怪 我斩了它 你会这样做吗 虽然它是 你想一想 互相配搭的时候 这个身体 才能够健康成长 第三 保罗在这里说到 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奉 我们要来到谦卑 在这里 保罗说到 让我们安慎 神似给我们的信心大小 看自己合乎中道 第一 神给我们的信心大小 这个大小不是说 牧师 你们真是做那么多事 神是给你大一点的信心 我出来做一些很简单的事 小一点的信心 怎么都可以做 这个不是分他的大小 这个大小是一个标准 譬如在Cranfield 他的识经书里面 他说到这个大小 不是说你多我小 或者我多你小 而是说到一个标准 我们用神给我们的信心 作为一个标准 来看我们自己 怎么看 有时候我们叫 鼓励大英之妹 不要叫 叫好像很难听 鼓励大英之妹 出来服侍的时候 我不行的 我不懂的 你找另一个 不要叫我做执事 等会有执事 不要叫 我不懂的 我默默做就可以了 这时候 我们看自己会是这样的 我看我自己也会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们 你叫我做事 我第一件事就是想想 我自己不行的 好像昨天 昨天美利的故事 对吗 对吗 可不可以除了 好热 我看我们参加美丽的故事 你觉得真的很美丽 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从来没有做过IT 我连powerbank都不会弄的 不是说笑的 我是这么多年来 我不需要powerbank 我连powerbank都不会弄的 IT的东西我不斗的 因为做牧师 不就有人做 昨天美丽的故事 本来做IT的弟兄 我没有办法 牧师你上 我真的很害怕 但在那个情况 害怕是没用的 祈祷了 这样就上去了 IT就是 你们做IT就知道 除了管音响大小 然后你又要 唱歌的说话 你们要拉一些powerpoint 就是要配合它 有些唱副歌要唱两次 要知道那首歌是怎样唱的 然后你 临时上阵 什么都没有预备 很害怕 怕是没用的 那就做吧 怎么做 神赐给我的信心 作为标准 不要看自己不行 其实我们每个东西都是不行的 但当我们来到服事的时候 第一次 做IT 整个过程的里面 我不行 神赐给我恩赐 在这个不行的里面 大兄姊妹就看到 牧师本来不行 但是神帮她的时候 就可以 我们今天怎么看自己 看自己行不行 行不行 不是看你整个事情 就是看我在这个服事的岗位的时候 无论你做EV也好 做outreach也好 做教导主也学也好 做牧者在这里讲道也好 我们不是安我行不行 当然我要看自己的合服中道 我不懂得彈琴走 今天我们的牧师昨天为牧师理想 我信心是狗 但你看自己太够了 你高举自己就是欺骗自己 对不对 你看低自己就自卑 所以我们要看自己 要合服中道 施琴真的不行就不行 一定要施琴来去谈 因为经过训练 但是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我们服侍的时候 不是神因为我得 然后才叫你出来服侍 由头到尾都是恩典 得救是恩典 服侍都是恩典 是神给我信心来服侍 我作为一个宣教士 很多年了 在这个宣教工场里 one foot kick 是什么意思 一脚踢 我不是做了很多年的牧师 然后出去宣教 我做了四五年的信徒 我就去读神学 我无论在读神学的时间 在信主期期间 我从来没有做领导 我没有带领团契 没有带领查经 我包括在神学院训练过三年 都没有安排我去广道 没有安排我去查经 没有安排我做领导 读完神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院长叫我去非洲 他可能不太喜欢我 派我出去 我 有很多真实 是很害怕的 国语又说得不好 服侍的各人看 是国语的 讲道不是内容错 是听的人听错 耶稣带着十二个饭头上山打架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上山祷告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上山祷告 有新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就自动了 牧师这句子是什么 牧师这句子是什么 牧师这句子不是说金钱 牧师这句子是说竞贤 你用国语读一下金钱和竞贤 我说竞贤带着金钱和竞贤的疫情 你用国语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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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像以塞亚书那样 以多发尘 新蒙之有 听一听不明白 看一看不见 看一看不明白 听一看不见 这就是我 不是那个受众 而是以塞亚 就是说那个 有时候很幽默 神为何会用我呢 我看来看去 是恩典 是神给我的信心 没有这个信心 我根本不可能做宣教师 不可能做牧师 说预言的 作为一个牧者 作为一个宣教师 预言是说到神 即是要跟会众所说的说话 是吗 这要说到就要照着信心的程度来说 不单是照着我们对圣经的认识 而是照着神给我的信心的程度来说 by the way 这里所有的服事 我们都要来按照神给我们的信心 按照我们自己的合乎中度 你不懂得弹琴就不要做领诗了 唱歌奏音就不要领唱了 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要看自己要这样的 但是这个服事里面 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的 比如一些服事的恩赐 一些劝化 一些劝化都不行 要联敏人 施舍的 我们都可以去做的 我自己作为一个宣教士 每件事我都需要去做的 不是因为我认识 因为我拜了上桌 是因为既然神呼召我 他简算我 站在这个崗位里面的时候 我认识 我相信神会被恩赐我 十六七年做宣教士 从一个不懂的 很害怕 很多挣扎的 一个基督徒 不是 一个宣教士 一个牧师 神就透过这样的 来建立我 你们都可以 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 让我刚刚出来服事的时候 你们受的训练多过我 你们所经历的多过我 说到说预言 即是说到神 要让我们来宣讲祂的话语 这个预言可能 可以说到微博才知道 但这个预言主要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牧者 作为一个讲道的 我们要将神自己的 给我们的要对会中 来宣讲神的心意 我感恩 我不是夸自己 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都是按着神 给我的信心 给我的恩赐 我有两次在恩典福音堂 是吃鸡的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吃鸡 有一次一个牧者邀请她来讲道 她那天没有出现 那谁上去呢 陈牧师去了安息联 那一年 那我就上去 陈牧师有一次 凌晨五六点 我都不记得了 我还在睡梦中 发了个WhatsApp 我今天不能来教会 身体有些情况 你来也当我去讲道 怕不怕 真的怕 有一次在这里 后面的位置就知道了 每个人打电话 问牧师 为何你不来 知道了 他说今天不是摆乌弄 不是今天 哇 在这个混乱当中 怕是没用 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 对吗 既然在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要凭着上帝给我们的信心 来宣讲神的话语 在这个过程中 感恩 我们都有一个多两个小时 安静祈祷 看过陈牧师的PowerPoint 在肚子里面 求神赐给我的信心 原来福祉就是这样的 在每个福祉的恩赐里面 你做福祉的 包括你做招待 包括你做IT 好像昨天我做IT 还没做过 那神给我有个信心 在这个情况里面 我愿意让神来用 那便去做 那整个过程 顺不顺利 就是问那些参加过的 参加过的 抽奖也有抽到的 不在 参加过的姐妹 然后作教导的 我们做主学老师 当然必须要教导恩赐 因为教导、讲导 对会众是很重要的 讲导就是将神的话语宣告 教导就是两边的方向 教导弟兄之末来明白圣经 那么劝法 劝法 劝法真的很难 你不只是劝 还要化 化解 调和 劝就容易 因为做牧师 就算从我们的理智 common sense 我们都可以劝 例如她做错事 在一些事情里面 我们可以来劝道她 用一个温柔的心 将她挽回过来 因为我们可以用 圣经的教导来教 但是化 就需要时间 需要神的工作 有时候劝法 真的很不容易 我就没有这个恩赐 真的我不够耐性 但我感恩 有两年时间 我和陈牧师都一起想 彩偉和牧师的 Spiritual Formation 即是属灵塑造 在属灵塑造里面 我看到 我知道 我明白 圈 是我的工作 化解 就是神自己的工作 我虽然 没有那个耐性 但我愿意 知道上帝给我的信心的时候 我愿意来 做一个调和者 调解者 那 诗写的 就当成实 就是我们看圣经 我们上周 墨加拿大英 说到巴拿巴 巴拿巴 他买了田地 全部都来 欠给当时的教会 给他们来用 但另外一个 第四章说完 巴拿巴 第五章就马上说阿拉尼亚 另外 一对夫妇 把田地买了 买了 这个人就不成实了 收紧一点 带回自己 不舍得 全部都捐给教会 很伤 收紧一点 然后把田地买了 那些钱 可以 就是这么多了 三十万 你允许他 我奉献给教会 就是不成实 结果 神就被他惩罚 他本来 把田地买了 来给教会 会得到神的祝福 但因为他不成实 他这个服侍 就得不到神的祝福 所以我们做一个 施捨的 我们愿意来帮助 譬如 现在在土耳其 在敘利亚 我们在西方国家生活 没有那么贫穷 我们生活很舒适的地方 我们要把神给我们 来跟他们分享 治理 治理要因勤 我们要明白 当时在教会里面 有这么多信徒 信徒之间 有很多需要 有些是寡妇 有些是孤兒等等 这个治理 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 就说到 有些Dekens 有些执事 来帮他 来管理这些善食 你想想 管理这些善食 你慢慢的 不扔不扔的 早餐 12点多才做给人 来安排 然后那些人 下餐下个月 都不知道怎么过 然后你便说 好 我帮你 我们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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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做得很好 不是说你的食品做得很好 马上买的食物 马上就拿出去 如果你想想 食品 买了香蕉 买了番茄 买了番茄 草莓等等 那些食物 好啊 买了 等我等一个星期 再给客户 那些需要的人 食物都臭了 所以这里说的治理 是当我们管理的时候 同样 我们在教会里面 要因勤 要有一个火热的心 来做治理 然后有怜悯人 怜悯人 就是我们看到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甘心乐意 来关心别人 弟兄姊妹 我说救我了 说得很足教 你呢 看一看 保来在这里说到 这些因子 一定有一样 你有的 就算你没有在教会里面 曾经参与过服侍 你数一下 我很感恩 我知道最近 可能有一个人 我帮他们施琴 你有这个恩赐 你想想 保来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将身体现常 当作活制 是圣结的 是神所喜悦的 而我们如此来 侍奉或服侍 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是否得到神的恩典 你舒舒服服 坐在这里 来敬拜祂 来赞美祂 我们的生命里面 充满从神而来祝福 我们如何回应 上帝的爱 你不要看其他 你不要看教会的需要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今天 我们来思想 上帝 既然给我们的恩典 如此浩大的时候 保罗跟我们说 耶稣为我们 献上祂的身体 钉在十字架上 今天 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不是以前 只是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 因为耶稣为我们拯救的时候 祂在我的身体 我在祂的身体 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你如何来回应 我相信我们大家 不会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我很想大家 回去的时候 很安静 在家里思想 神 带我们到加拿大 在这个教会里 让我们来认识祂 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 将我们的身体 献上 不是教会是你的家 然后我们可以透过 在教会的服事里 来回应 上帝给我们的恩 让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起祈祷 祂是全能的主 你本来在天上充满 荣耀 一个第二个生命 一个重新的生命 一个不在一样的生命 一个丰盛的生命 主要是完全全都是给我们的恩典 主要是我们 很感谢祢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很想像保罗所说 将我们的身体来献上 亦给主祢使用 主要求祢 真是帮助我们 除去我们的惊慌 挣扎 因为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本来都不陪 来服侍你 但是神 你自己因此 亦给予我们 把信心 亦给予我们 让我们在服侍中 能够来到祢 将荣耀 亦给予你 主要求祢 真是帮助我们 有一个谦卑的心 看我们自己 看得合复中度 让我们 在服侍里面 来享受 享受神 你自己的 与我们的同在同工 来看得到神 你自己奇妙的作为 让我们的生命 来给你建立 祢我们将荣耀中担 归给你 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奉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字 而祈求 阿们 今天圣餐 圣餐 我想读一段经文 给大家听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